很好 快樂 幸福 你結婚的時候 小天有說祝福祝福 那現在換她有朋友 她是說恭喜恭喜 我說祝福祝福 成為人妻後的徐瑋寧 第一次出來跟媒體見面囉 12號她和陳皓珊 學士林出席新戲卡斯發布會 不過大家最關心的 還是她的新婚日常 可以分享一下 通通生活嗎 想一點嗎 比如說今年過年是在 在那個老公家青年夜班吧 都有都有 很好 快樂 幸福 其實都還在討論中 對 所以還是以現在現有的 就是Skateau為主 上次大家在問的時候 我就說就是婚宴這些東西 就是申請雲人 也是等之後討論規劃的時候 所以沒有那個懷孕的準備 先工作為主 我先秤子也沒有辦法 然後其他就順其自然 回應果然是一如既往的低調 而說回新戲 這次她要跟陳皓珊挑戰競技的師生戀 飾演老師的她試著什麼風格 大家也都很關注 因為她每一件衣服都讓我穿著窄裙 開高叉 然後襯衫就完全符合那種 然後就是 美麗教師的那種形象 那你會後面受影響 欸 奇怪 都是工作嗎 說因為我們不會講到 那麼細節的東西 對 就是她知道了一個很好的故事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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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